滑動摩擦力 實驗的目的是找出摩擦力 和正壓力的關係 和木塊和桌面之間的摩擦係數 我們會用一個摩打 摩打接駁到電池 五組木塊 每組重140克 還有一個牛頓彈網平 用來量度木塊和桌面之間的摩擦力 開啟電源 以摩打拉動彈網平 再拉動木塊 開設的時候 我們選用了一塊特別的木塊墊底 拉動這塊木塊 牛頓彈的獨數剛為0 即是這塊木塊受到的摩擦力 剛好和平內彈網的重量抵消 當我們加上第一組木塊後 牛頓彈網平顯示滑動摩擦力是0.28牛頓 加上第二組木塊後 滑動摩擦力是0.56牛頓 加上第三組木塊後 滑動摩擦力是0.84牛頓 加上第四組木塊後 滑動摩擦力是1.12牛頓 我們將數據全部改用SI單位 表列如下